台灣經濟研究院29日公布8月製造業景氣燈號 分數為12.35分 維持黃藍燈不變 最是從今年3月以來 連續第6次亮出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燈 根據氣象局統計 台灣今年7月均溫創下過去67年來 同期最高溫記錄 而今年全球也普遍偏熱 1到8月均溫是34年來第三刀 宣騰議學的負衛箱公司滾油案 今天下午一审审結 公司前董事長程文南 陳瑞里兄弟 非一詐欺罪 商品虛位標記罪 及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 製造販賣三違食品罪等罪 判期一年4個月徒刑 或緩刑兩年 但法官裁罰兩人 各應支付封庫2500萬元 亞運女壘上演台和大戰 台灣6比0擊敗南韓 以第二名晉級 若週三9點準決賽能夠擊敗日本 就能取得金牌戰門票 新航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本來都會看到 超級挑戰的 超級挑戰的 最強的 好